在馬灣裡面除了有馬灣村外還有帕麗灣 這裡雖然只是住了萬多人 但街坊團結的力量很澎湃 就像剛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一樣 這區的投票率接近72% 是全港之冠 上個星期我們入了馬灣一趟 發現這個區的街坊不止團結 那種互助互愛的倫理情簡直恨死隔離 搬走入帕麗灣兩年的強哥 是街坊眼足的看諾組組長 他不時為街坊搞BBQ、打邊爐活動 而喜歡釣魚的他 每次有釣到魚回來都會派街坊 這日他又響到派魚了 之前他試過去完馬來西亞釣魚 那些魚多到叫了200多個街坊 搞了18位的語言 開始搞魚龍老共 都想想做的 守望相助大家搞好一些倫理的關係 有些人負責卡拉OK 有些人負責酒 或者有些人負責一些鋪牌 因為這樣的活動 從零開始到現在一年多兩年 我自己覺得很滿足 很想繼續會做多一點 其實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願意為街坊付出的街坊 好像這位網球教練唐文思 他便免費教街坊打球了 如果我有空 我買到一些材料 會煮五花茶 或者煮湯 炸果汁 下來大家一起分享 有些街坊 見到我在球場打球 看到我 又帶點粥 帶點湯下來 慰勞我 有這些人情味 我想香港也沒有哪裏有 可以說獨一無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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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